说到元崇幻,很多人都批评崇祯皇帝不该杀他,杀了他是自毁长城,导致明朝提前灭亡,那么崇祯皇帝,到底杀元崇幻是做对了,还是做错了?这是一个问题,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,当时后金军事力量是非常强的,即位一次努尔哈赤在攻打某一部族时,天降大雪城内人,在城墙上泼水击冰身后, 努尔哈赤身先十足,凿兵没踢愣是拿下了这座城堡,后金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,明末军队腐朽,士兵压战,长次折马足以避战,天灾贫荣,当与日本打了七年仗,消耗很大,诸如杀毛文龙,毛文龙也是劣迹斑斑,绝不是良民,崇祯也早有除毛文龙之心,元崇幻绝对是一个忠神,有一枪热血,两次胜利, 打破了清军战无不胜的神话,崇幻已经成了当时抵御满清的精神领袖,后来黄太极劳实远征孤军深入直达到京城重地,本就是一招险棋,搞不好就是腹背受敌,人人喊打的局面,所以不敢久留的,就在京城周边杀伤抢掠,并放出风来, 于是有人说是元崇幻引他们来的,京城内外传得沸沸扬扬,广渠门之战,崇祯觉得崇幻并非经略之才,而且某些事情触怒了他,家之朝官阿余逢迎之流居多,崇祯耳边早被众口立金了,所以本想借黄太极之手除了崇幻,可黄太极没上这个当,广渠门之战数万万轻铁骑, 不抵几千兴叶持根的疲蔽之师,这个明显感觉是放水了。不能不说黄太极这手很绝,他清楚崇幻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,如果他杀了元崇幻,只能证明崇幻忠贞和黄太极的残暴,可如果是重振朝廷杀了崇幻人心向背不言而喻,当黄太极兵临城下时,党争权争却更见激烈,没人为大命说话,为崇幻说话, 没人考虑临镇杀江,众人寒心,估计后来崇祯也明白过来了,不过是已知此君臣猜忌裂痕难以弥合,没考虑到杀了元崇幻其他将士会不会心寒难免吐死狗烹之律。 元崇幻死后,不少详将为满清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,杀了崇幻应该是策略上的失败,就算要杀也不能这样各死法,只能说崇祯虽不是昏君,但比起黄太极来说还是嫩多了,或者说崇祯政治集团,不如黄太极政治集团。 冥王有太多的因素,天灾,农民起义,内部党争,晚清运气确实太好了,崇坏死了但是他就是那种鲁迅所说的筋骨脊梁式的人物,中华民族能永远屹立。 这样的不计牺牺牲,不畏皇权,不计名利的民族精神,是我们的信念之称。 不过,元都师死后,明朝可用之将背带没有凋零,反而后起之秀多如牛毛。 辽东有元都师的老师孙成宗和辽东武将世家祖大寿坐镇可保不渝。 此后,明朝与后今的战争,逐渐转入长城一线和宣府,即镇,河北地区,辽东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。 只是成为了明朝军事力量在关外的象征。 元都师死后,明朝堪与后今抗衡的名将尚有祖大寿,洪成仇,卢相生,孙成宗,吴三贵,郑重简,曹电娇,秦良玉等,并没有出现某些人所宣扬的重唤死,而明顛是亦无人矣的局面。